其實我非常心疼余大哥跟雅萍姐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看了我們都真的嚇到 我覺得余大哥應該也是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余大哥這輩子好辛苦 真的地震 還在晃 王才華受訪與地震超單定 心疼余天這輩子好辛苦 博比天后王才華今出席第二屆QPOWER記者會 擔任活動大使 沒想到說房到一半竟然地震啦 所有的同志們有愛你就去追尋我 真的地震 還在晃 還在晃還在晃還在晃 還在晃還在晃 你怎麼這麼鎮定 半夜的時候我是會害怕的 但現在人這麼多我就 很像實力騎士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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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亂講啦 互相取暖 因為半夜的時候 2點多那時候地震的時候 我就很害怕 我就抓著我老公啊 就是抓著他 在哪裡 行間啊 我說抓著老公在哪裡 走啦 而彩花姐被問到余天女婿近期一事 擔任詐騙集團收水手 她這樣回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看了我們都真的嚇到 我覺得余大哥應該也是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余大哥 這輩子好辛苦 余大哥是一個非常好的大哥 因為他也很提醒我 照顧我 提醒完備 他自己家裡又發生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非常的辛苦 我很心疼 其實我非常心疼余大哥 跟亞萍姐 因為從琪琪生病 當父母的小孩子生病 其實我女兒去打個針 我就在外面哭得要死了 那種爸爸媽媽 那種心疼 那個心裡面的痛 無法用言語來表達的 其實是非常的痛 我是心疼余大哥跟亞萍姐他們 琪琪生病的這一段時間 他們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再來離開之後 他們會更傷心 那你有傳訊習慣嗎 我其實 通常身邊的朋友遇到事情 我都盡量以不打擾我的好意 我怕會給他添麻煩 等過一陣子的時候 如果有機會 我再傳個訊息 跟余大哥問候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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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